嘴小 他在救人 還在那邊 手起羽膏 幹 原來這邊是火營喔 媽的 你知道 你的手下到底在衝他小啊 聖瑪麗醫院真的有火營的人耶 謝謝喔 末日送貨宅啊 不知道喔 價錢談好了 死命必打 你不知道嗎 挖操 艾莉 艾莉明明剛剛只拋袋水裡一下子 馬上就不行了 包張了 對啦 不要在那邊命中注定啦 這裡還有其他人 我來找她 你不用再擔心她 我們要照顧她 我擔心 讓我看看她 你不能 她在訓練 你到底想要訓練 醫師說我 肯定的肯定 肯定的肯定在她 突然變成了 所以她要把她的大腦切除 為了製作疫苗 所以就要犧牲愛麗 我們當初在旅途的路上有看到醫學報告 受感染的人大腦會突變嗎?臉部會變形嗎? 完蛋了 喬爾要開槍了 手上有槍就是老大我把 我把女孩千辛萬苦帶在這邊 就在看你們的鼻孔是不是? 不要用鼻孔看好不好 坐在地上休息一下就被人當狗叫來叫去 有廢話快說 可以自己吃拳頭嗎? 好 喔 我的包包不拿 阿這個槍聲其他人都沒聽到嗎? 接下來要跟火營的人打 太棒了 羽群臭笨蛋 看我怎麼打爆你們 媽的 火營是嗎? 蒼蠅吧 火營 你死定了 小玩笨蛋 他的槍是這樣用的 不是這樣亂射的笨蛋嗎? 為什麼那裡還有一群笨蛋在那邊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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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有玻璃的嗎? 沒有欸 打到我了啦 好痛喔 打到我了 打到我了阿 你死定了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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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頭 謝謝 這群人太好溝通了阿 感染者都還比他麻煩 下面一位 你死定了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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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這兒 我死定了它 兄弟,跑那麼快,跌倒了,沒事吧?站起來啊,特拉拉站起來,站起來說話 這些傢伙蠻硬的其實欸 腦袋不好,裝備倒是挺好的 那個可以不用打嗎? 感覺是不用打 但是我要想殺人喔 靠腰啊,我才剛過來,他在那邊 要回來是不是? 架槍啊,架槍殺人啊 Next 來了 紅彩六號玩很多喔,我知道怎麼架槍線喔 媽的補太慢了 Holy shit 這是一個好的擋路方式啊 剛剛那個死去的小笨蛋是說他在最頂樓嘛對不對 到了,怎麼容易就到了 醫生的錄音機 4月28碼你說的對 那女孩感染症狀是沒有發現的 免疫原因無法確定 過去的案例看來 病人的蟲草體 緩基因BLABLABLA 維持高濃度 從病人身上取得血液培養菌 在實驗室培養敏 迅速長出蟲草體 感覺講一堆有的沒有的 來講一些醫學的東西啊 可以直接講 結論嗎 這將可匹敵發現盤尼西林的尾葉 醫生可以不要講你的偉大報復嗎 你可以跟我講 這個到底是 有機會做出藥劑是不是 馬鈴的錄音機 他這個沒有辦法邊走邊聽 他一定要停下來聽 不殺死宿主無法抽出寄生蟲菌 他們要殺死艾莉亞 測試越來越難你很累 好累去睡覺啊 他是負責下命令的那個 頭目啦 所以一切的人就算要試 還是要等他下達序科指令 結果他只覺得我好累喔 我想睡覺 算了啦 隨便隨便 馬鈴的日記 3月15日 我們終於越過猶他州的邊境 再過幾天我們就會與其他人會合 今天的隊員們都精神多了 自格雷和坦尼亞在上個月過世後 一直擔心隊員失氣 聽到他們恢復笑聲真好 羅賓來找我說 謝謝你照顧我們的馬鈴 一個小小的表示我很高興 3月23 艾莉到不了這裡 我們到達醫院 很多人都表現得高興 最少其他人也是 他們應該很開心能看到老朋友 我們已經十年沒和其中一些人碰面了 他們告訴我 看些消息之後我吃不下東西 無法和別人說話 能活著就應該很感恩了 但現在我只想閉上眼睛一回 3月24 他們看著我 我知道他們在想什麼 他們覺得我們是一群沒用的廢物 我還可以怎麼辦 我以為我會死 我的手下整個波士頓軍 我的手下被整個波士頓軍隊追捕 我得帶他離開城裡 我怎麼會知道火銀的護送部隊都死了 該死了 我當時怕的要死 最後我康復的很快 手下的表現比我預期還要好 有不少人撐過軍隊攻擊 我應該把他留在身邊 不應該把他交給兩個走斯克 他這個把他留在身邊 這個他指的是愛力 走斯克指的就是 喬爾跟那個誰啊 在那個博物館那邊那個是誰 忘記了 就是那個一直以來跟喬爾很好的那個女走斯克 我辜負了你安娜 我辜負了所有人 安娜應該是 愛力他媽媽 沒用的廢物 4月25 我無法和他們交談 受不了他們的視線 絕不能待在這裡 28號 收到偵查人員的無線電聯絡 他在巴士站看到一個年紀大的男人 跟一個年輕女孩進入隧道 他覺得他可能是那紅髮女孩 但不確定 如果是他的話 別再這樣了 瑪琳 偵查隊要出去了 我要和他們一起去 4月28 在黑暗中迷失 尋找光 這句話就是那個火營的slogan 標語 就是在黑暗中迷失 尋找光 他還活著 他們在對他進行測試 我不知道 我是覺得興奮還是緊張 我只知道我的手抖的不停 哇 一堆人守在路上 有看到嗎 這群傢伙為了自己 就想要直接往你的腦袋開刀啊 一二三四五 五隻而已 看我收掉這群笨蛋 直接開槍了 不跟你演了 狙擊手勢吧 我覺得我比較像 兄弟 你是哪裡懶得爛炮兵啊 要不要解釋一下 嚇到了吧 看 終於死了 謝謝喔 我來講我的雙腳是 是被什麼黏住了啊 就在那邊完全動都不會動 真的很誇張 死光了 死光了 那個馬鈴之後該不會衝出來想阻止我吧 想出來阻止我我就請你吃子彈 死光了 怎麼了 他在幹嘛 蛤 他在幹嘛啊 那有什麼奇怪的BUG啊 你們有看到嗎 馬鈴的錄音機 請問我同意只是行政上的手續 你有好好照顧他 不會對他做出什麼 火營的頭目是 在懺悔是不是啊 心理壓力太大受不了是不是 你的女兒很快就跟你團圓了 團圓啊 在冥界裡團圓是不是 應該就這一間了啦 會不會真的在這個奇怪的地方進行手術 會不會真的在這個奇怪的地方進行手術 小兒不想放過所有人 沙巾 那邊真的很誇張耶 人家的話都還沒講完 都直接開槍了 I gotcha Oh shit Shit I'm getting you out of here girl I gotcha I gotcha Come on I can't tell you which way 要到電梯了 Oh oh Stop 電梯下樓請坐下一班 欸他瞧我真的很誇張欸 他不會把整棟的人全部殺光 再來慢慢搬 搬愛莉嗎 這麼簡單的事情 我操 該不會一開門 又有人拿槍站在前面 來吧 來吧 你不能救她 即使你把她拿走 那甚麼 她是過一排的按鈕 我是覺得啦 我是覺得啦 你最好好好跟我講話啦 要不然你的遺言 有可能隨時會變成你的下一句話 And you know it Look You can still do the right thing here She won't feel anything 我是覺得 你要把人家做成 做 做成疫苗 你也至少先跟人家講一下吧 這是怎樣 喬爾選擇離開了 沒有 愛莉的聲音 最後喬爾 喬爾 彷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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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彿 他車又哪裡來的啊 他們想用你的大腦做成藥 這個解釋夠好嗎 喬爾 喬爾想讓艾莉的心理比較好受一點啊 咦 是誰彷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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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彷彿 是誰彷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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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彷� 你只是來追求她 冷酷無血 無情的喬爾 我喜歡 喬爾 喬爾在最後那邊 彷彿掉火雲的首領 老實講 是對的選擇 你們知道嗎 其實這個選擇 這個選擇是對的 如果他們想要之後 舒服的 這樣子過下去的話 在那邊一定要彷彿掉火雲的首領 這個決定是對的 但是其實 我要來講一個 比較另外一面的看法 不管火雲他們那邊的人 是怎麼看的 或者是怎麼想的 老實說其實 為了人類 為了人類的未來 他們想試的把小女孩做成疫苗 這個決定 也不是錯的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跟自己的選擇 但是我是覺得 他們沒有詢問過 這個 到底要怎麼講 她如果詢問過愛莉 愛莉一定會 因為自己是唯一的解藥 可能也會做出說犧牲自己的選擇 可是喬爾可能就會 沒有辦法 接受這樣子 其實老實講 到剛剛演到那邊 不管你們是覺得說火雲的頭目 很無情 或者是就算他在錄音機裡面 他已經顯示他很後悔 很懺悔怎麼樣 還是為了人類的利益 而犧牲自己好友的女兒 又或者是你們覺得 喬爾已經把他女兒 麗莎的影子投射在 愛莉身上 純粹是不想讓他犧牲 所以冷酷無情的事情 都由喬爾他自己來扛 愛莉可以什麼都不用知道 又或者是你們覺得說 我們在一路的旅途上 愛莉對於喬爾一直以來 就是說有什麼事情都他來做 他可以什麼都不用做 什麼都不用知道 這一個行為一直以來 愛莉也不是很 就是很喜歡喬爾這個態度 不管你們怎麼想 其實這個每一件事情 沒有誰對誰錯 老實講真的沒有誰對誰錯 這個就跟我在玩這個遊戲 最一開始的時候有講 你其實在這個末日場景 在這個末日世界中 你有資源還是你有決定權的時候 哪有在那邊 我讓你一下 你讓我一下 哪有這回事啊 在這種末日的場景之中 沒有法治沒有規矩的社會之中 你通常只要一猶豫 你就是別人的盤中山了 你就是下一個 腦袋裡面會有子彈的那個傢伙 所以其實 也不能完全說喬爾他這樣子做是錯的 所以我才會說他剛剛在停車場那邊 他選擇把那個 毫不留情的把火銀的女頭目給亮掉 其實他當下的做法是 就是他的他的判斷是非常清楚的 我們不論他把艾力帶出來這件事 到底是否出自於私心 但是他剛剛在那個地下室 手作的抉擇又快 他的決定又快又冷靜 我覺得他真的是也是 也是蠻冷酷的 很冷靜很冷酷的一個人 可以在第一時間做出最正確的選擇 這也是我蠻喜歡喬爾這個角色 這個角色的一個地方 傑克聲勢 他上一次 好像有動氣了我逛一下 上一次他不是 他不是騙沙拉嗎 漫畫 他不是騙沙拉嗎 他沒有任何人 他來的是 這位一位 他就能跑到處 那裡 我夠你 上一次小偶不是騙艾莉嗎? 我覺得艾莉 她那麼聰明她一定知道 她一定多少有猜到 那她那個朋友咧? 萊莉 沒有那是在你 你不明白 我勉強了 很久了 你… 無論如何 你繼續找到什麼 我知道你不想聽到現在 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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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誓 艾莉一定 艾莉看那個表情就知道了 阿美了 怎麼那麼突然啊 艾莉看她的表情她多少是知道了 她一定多少是知道 而且不是最後那邊 上一次艾莉 她在… 喬爾在開車嘛 她在車上醒來的時候 她跟喬爾在對話的時候 你們還記得艾莉把 身體轉… 翻過去後面嗎? 背對喬爾 她從那時候就已經大概有大略猜到了 然後艾莉其實她在最後還想要再… 其實她還是試圖的想要再… 信任一次喬爾 但是喬爾還是給出了她… 不是她想要的答案 但是你們要說喬爾其實… 這個人… 她這樣做的是錯的嗎? 其實也不是 她已經把… 就算我上次講的 她已經有點把她女兒 麗莎的影子投影到艾莉身上 已經產生了一個保護慾 你知道嗎? 她已經有點把她當作自己的… 從一開始的… 只是單純的… 一個交易… 她只是一個交易的物品 走私的一樣物品 到過程… 投進了更多的信任 然後到現在… 已經產生了想要保護她的一個… 慾望… 她完全就是想要把… 外界一切的… 不好的事情… 或者是… 對… 艾莉… 不好的影響… 就徹底的擋在外面… 有點類似恐龍家長啊… 就是說… 你不用知道那麼多啦… 對不對? 這些事你不用知道啦… 這些事情… 爸爸或媽媽會幫你擋下來 你可以不用了解那麼多沒有關係 你們有懂我的意思嗎? 有點太過頭了… 那其實喔… 最後… 看艾莉那個臉喔… 她知道喬爾給出的答案… 不是… 不是她想要的… 但是她還是… 她還是就選擇說好吧… 那就… 既然你都這樣決定了… 那我們就繼續這份關係啊… 但是說實在的… 這遊戲真的是一個… 不錯的遊戲啊… 在旅途的過程中你可以看到… 欸… 各種… 因為… 疫情… 爆發之後… 人們就是產生了各種的變化… 你可以遇到許許多多行行樣樣的… 不同的人物… 對不對? 你可以遇到… 疫情爆發… 但是還是選擇… 努力奮戰… 努力抗戰的人… 對不對? 或者是你可以選擇… 成為… 就是… 一群瘋子的領袖… 有沒有? 就是那個… 那個… 很像殺人小鎮的… 大家都在吃人肉那樣子… 很多啊… 形形色色啊… 可以看到各種… 不同的… 族群… 或者是… 個體的… 面對疫情的態度… 然而… 喬爾… 跟… 艾莉… 他們就是一個過客… 他們就這樣子… 橫跨整個大陸… 然後看… 縱觀了這些… 不同的變化… 跟不同的… 形形色色的人… 還不錯… 這遊戲… 我玩起來感覺還不錯啊… 好嗎… 那接下來應該就… 玩… 玩… DLC… Left Behind… 就是拋住老後… 然後再來… 還有二代可以玩… OK嗎?